民進黨團已經事先就說 他們沒有版本 對於國民黨的版本 我們認為他對國家的運作 可能有所影響的情況下 我們會堅持我們的版本 民眾黨一定要清楚的 對外宣示民眾黨版本 黃山山率領 麥玉珍 張祈凱 作證記者會 開栓藍綠才華法版本 強調會支持自家提案 似乎刻印跟藍營保持距離 更強調會做好政策溝通 多次宣示被聯想 是否跟前一天柯文哲有關係 主席今天怎麼會特別來這邊 是不是來聊才華法 怎麼看老柯主席人是講說 才華法有違憲之語 17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身立法院中心大樓 拜會黃山山 雙方針對才華法討論半小時 柯文哲特別叮嚀這件事 所以柯主席講得很清楚 台灣民眾黨以後 任何的法案的論述 我們都要一直說 一直說 說到大家都聽到為止 強調跟社會做好溝通 不免被質疑是否在劍指黃國昌 畢竟從國會擴權法案過後 黃國昌把持民眾黨 就連表決黨產暗時 民眾黨集體缺席 引爆小草怒火 而陳昭之也坦言 確實感受到基層壓力 我個人非常想進去投一張反對票 代表我長年的立場 是不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也顯見白銀內部 已經出現明顯分歧 民眾黨的兩個太陽 他們確實呈現了領導的危機 為什麼其實你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但為什麼你想投而不能投 是不是因為你的周遭 已經都被放了黃國昌委員 過去的這些團隊的幹部 民眾黨從國會擴權法案等相關議案 持續暢後藍營 近日民調更是暴跌 如何挽救議員政黨及時止損 恐怕客森兩人起手勢 從才華法法案說明 秀出端倪 三連續的黃英凡 馬日文泰報道